翠翠第二天在白塔下菜园地里 第二次被祖父询问到自己主张时 仍然心而冲冲地跳着 把头低下不做理会 只顾用手去掐葱 祖父笑着 心想 还是等等看 再说下去 这一瓶葱会全家 掐掉了 同时似乎又觉得这期间有点古怪处 不好再说下去 便自己按那道言语 用一个做做的笑话 把问题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了 天气渐渐地越来越热了 近六月时 天气热了些 老船夫把一个满是灰尘的黑桃缸子 从屋角鱼里搬出 自己还云出闲功夫 拼了几方木板做成一个圆盖 用具木头做成一个三角架子 且削刮了个大竹筒 用隔藤济钉 放在缸边 作为咬茶的家具 自从这茶缸移到屋门西边后 每早上脆脆就烧一大锅开水 倒进那缸子里去 有时缸里加些茶叶 有时却只放下一些用火烧焦的锅巴 成那东西还燃着石便抛进缸里去 老船夫且照例准备了些发沙度 痛制炮窗养子的草根木皮 把这些药搁在家中当眼处 一见过渡人 神气不对 就忙匆匆地把药取来 善意地勒破这过路人 使用他的药方 且告人这许多救急单方的来源 这些单方自然全是他从城中军医 同屋师学来的 他终日裸着两只膀子 在方头船上站定 头上还常常是光光的 一头短短白发 在日光下如银子 翠翠依然是个快乐人 屋前屋后跑着唱着 不走动时就坐在门前高崖树荫下 吹小竹管玩 爷爷仿佛把大佬提婚的事早已忘掉 翠翠自然也早忘掉这件事情了 可是那做梅的不久又来叹口气了 依然是同从前一样 祖父把事情成否全推到翠翠身上去 打发了梅人上路 回头又同翠翠谈了一次 也依然不得结果 老船夫猜不透 这事情在这什么方面有个疙瘩 解除不去 夜里躺在床上便常常 陷入一种沉思里去 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 翠翠爱二老 不爱大老 想到了这里时 他笑了 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 其实他有点忧愁 因为他忽然觉得 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 而且隐隐约约变 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一堆过去的事情蜂拥而来 不能再睡下去了 一个人便跑出门外 到那灵溪高崖上去 望天上的星辰 听和边坊之娘 以及一切虫泪如雨的声音 许久许久还不睡觉 这件事 这件事脆脆是毫不注意的 这小女孩子日里尽管玩着 工作着 也同时为一些很神秘的东西 驰骋她那颗小小的心 但一到夜里 却甜甜地睡眠了 不过一切皆得在一份时间中变化 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活 也因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日子 在人世上 把那安静空气完全打破了 船总顺顺家中一方面 则天保大佬的事已被二佬知道了 魔宋二佬同时 也让他哥哥知道了弟弟的心事 这一对难兄难弟原来 同时爱上了那个称渡船的外孙女 这事情在本地人说来并不稀奇 边地俗话说 火是各处可烧的 水是各处可流的 日月是各处可照的 爱情是各处可到的 有钱船总儿子 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 不能成为稀罕的新闻 有一点困难处 只是这两兄弟到了 谁应取得这个女人 做媳妇时 是不是也还得照查动人规矩 来一次流血的挣扎 兄弟两人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 但也不做新友 情人奉让 如大都市 那哥哥同弟弟在河上游一个造船的地方 看他家中那一只新船 在新船旁把一切新事全告给了弟弟 且附带说明 这点爱还是两年前 直下根基的 弟弟微笑着 把话听下去 两人从造船处沿了河岸 又走到王湘深新闻房去 那大哥就说 二老 你倒好 做了团都女婿 有座养房 我呢 若把事情弄好了 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了 我欢喜这个事情 我还想把碧溪族两个山头买过来 在界线上众大男竹 围着这一条小溪 作为我的寨子 那二老仍然地听着 把手中拿的一把弯月形镰刀 随意啄露旁的草木 到了碾房时 却站住了 向他哥哥说 大老 你信不信 这女子心上早已有了个人 我不信 大老 你信不信 这碾房将来归我 我不信 两人于世进了碾房 二老说 你不必 大老 我再问你 假如我不想的这座碾房 却打量让那只独船 而且这念头也是两年前的事 你信不信呢 那大哥 听来睁着了一惊 忘了一下坐在碾盘横轴上的 挪送二老 知道二老不是开玩笑 于是站尽了一点 伸手在二老肩上拍打了一下 且想把二老拉下来 他明白了这件事 他笑了 他说 我相信的 你说的是真话 二老把眼睛望着他的哥哥 很诚实地说 大老 相信我 这是真事 我早就那么打算到了 家中不答应 那辈若答应了 我当真预备去弄堵船的 你告我 你呢 爸爸已听了我的话 为我要城里的羊马兵坐宝山 向华渡船说亲去了 大老说到这个求亲手叙实 好像知道二老要笑他 又解释要宝山去的用意 只是因为老的说车有车路 马有马路 我就走了车路 结果呢 得不到什么结果 老的口上喊礼子 说不明白 马路呢 马路呢 那老的说若走马路 得在必西组队西高崖上 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把翠翠心唱软 翠翠就归我了 这并不是个坏主张 是啊 一个结巴人话说不出 还唱得出 可是这件是轮不到我了 我不是主鹊 不会唱歌 鬼知道那老的存心 是要把孙女 驾个会唱歌的水车 还是预备规规矩 驾个人 那你怎么样 我想告那老的 要他说句实在话 只一句话 不成 我跟船下桃园去了 成呢 便是要我撑渡船 我也答应了他 成哥呢 这是你的拿手好戏 你要去做竹雀 你就去吧 我不会捡马分色 你嘴巴的 二老 二老看到 哥哥那种样子 便知道 为这件事 哥哥感到的 是一种 如何烦恼了 他明白 他哥哥的性情 代表了 茶洞人粗鲁 爽直一面 弄得好 掏出心子 来给人 也很慷慨做去 弄不好 亲舅舅 也必一是 一二是二 大老何尝不想 在车路上 失败时 走马路 但他一听到 二老的 坦白陈述后 他就知道 马路指 二老有份 自己的事 不能提了 因此 他有点运气恼 有点愤慨 自然是 无从掩饰的 二老想出了个主意 就是两兄弟 月夜里 同到 必夕祖去唱歌 莫让人知道 是弟兄两个 两人轮流唱下去 谁得到回答 谁便继续用那张 唱歌胜利的嘴唇 服侍那 滑渡船的外孙女 大老不善于唱歌 轮到大老时 也仍然由二老代替 两人运气命运 来决定自己的幸福 这么办 可说是急宫廷了 提议时 那大老还以为 他自己不会唱 也不想请二老 替他做竹雀 但二老那种 诗人性格 却使他很固持地 要哥哥实行这个办法 二老说 必须这样做 一切才公平一点 大老把弟弟提议想想 做了一个苦笑 娘的 自己不是竹雀 还请老弟做竹雀 好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个人轮流畅 我也不要你帮忙 一切我自己来吧 树林子里的猫头鹰 声音不动听 要老运气时 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 不请人帮忙的 两人把事情说妥当后 算算日子 今天十四 明天十五 后天十六 接连而来的三个日子 正是有大月亮天气 气候寄到了中夏 半夜里不冷不热 穿了白家鸡布汗挂 到那些月光照极的高雅上去 遵照当地的习惯 很诚实与坦白去为一个 出生之毒的黄花女唱歌 露水降了 歌声色了 到应当回家了时 就趁残月赶回家去 或过那些熟识的 整夜工作不息的碾房里去 躺到温暖的骨仓里小睡 等候天明 一切安排皆极其自然 结果是什么 两人虽不明白 但也看得及运气自然 两人便决定了 从当夜运气时 来做这种为当地习惯 所认可的竞争 黄昏来时 翠翠坐在家中屋后 白塔下 看天空为夕阳 轰成桃花色的薄云 十四中寨逢场 城中生一人过 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 过渡人也特别多 祖父在渡船上忙个不息 天快夜了 别的桥子似乎都在休息了 只杜鹃叫个不息 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 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 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 空气中有泥土气味 有草木气味 且有甲虫类气味 脆脆看着天上的红云 听着渡口飘香声一人的杂乱声音 心中有些而薄薄的凄凉 黄昏照样的温柔 美丽 平静 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 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薄薄的凄凉 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 脆脆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 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 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 但不成 好像生活太平凡了 忍受不住 我要坐船下桃园县过洞庭湖 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 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他便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 很放肆地去想到这样一件事 他且想向他出走后 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全无结果 到后如何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 人家喊 过渡 过渡 老伯伯 你怎么的 不管是 怎么的 脆脆走了 下桃园县了 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吗 拿把刀 放在包袱里 搭下水船去杀了他 脆脆仿佛当真听着这种对话 吓怕起来了 一面锐声喊着他的祖父 一面从坎上跑向西边渡口去 见到了祖父 正把船拉在西中心 船上人 永永说着话 小小心子 还依然跳跃不已 爷爷 爷爷 你把船拉回来啊 那老船夫不明白他的意思 还以为是脆脆要为他代劳了 就说 脆脆 等一等 我就回来 你不拉回来了吗 我就回来 脆脆坐在西边 望着西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 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渡人 其中有个西汉烟的打着火连西烟 且把烟杆在船边包包地敲着烟灰 就忽然哭起来了 祖父把船拉回来时 见脆脆痴痴地坐在岸边 问他是什么事 脆脆不作声 祖父要他去烧火煮饭 想了一会儿 觉得自己哭得可笑 一个人便回到屋中去 坐在黑油油的灶边 把火烧燃后 他又走到门外高崖上去 喊叫他的祖父 要他回家里来 在植物上 毫不儿戏的老船夫 因为明白 过渡人皆是赶回城中吃晚饭的人 来一个就渡一个 不便要人站在那岸边待等 顾不上岸来 只站在船头告脆脆 且让他做点事 把人度完事后 就回家里来吃饭 脆脆第二次请求祖父 祖父不理会 他坐在悬崖上 很觉得悲伤 天夜了 有一匹大萤火虫尾上闪着蓝光 很迅速地从脆脆身旁飞过去 脆脆想 看你飞得多远 便把眼睛随着那萤火虫的 明光追去 杜鹃又叫了 爷爷 为什么不上来 我要你 在船上的祖父听到这种带着焦 有点埋怨的声音 一面粗声粗气地答道 脆脆 我就来 我就来 一面心中 却自言自语 脆脆 爷爷不在了 你将怎么样 老船夫回到家中时 见家中还黑油油的 纸灶间有火光 见脆脆坐在灶边矮条凳上 用手蒙着眼睛 走过去才晓得脆脆已哭了许久 祖父一个下半天来 接弯着个腰在船上 拉来拉去 歇歇拾手也酸了 腰也酸了 照规矩 一到家里 就会嗅到锅中所焖瓜菜的味道 且可见到脆脆安排晚饭 在灯光下 跑来跑去的影子 今天情形竟不同了一点 祖父说 脆脆 我来慢了 你就哭 这还成吗 我死了呢 脆脆不作声 祖父又说 不许哭 做一个大人 不管有什么事 都不许哭 要硬扎一点 结实一点 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脆脆把手从眼睛边移开 靠近了祖父身边去 我不哭了 两人吃饭时 祖父为脆脆说到一些有趣味的故事 因此提到了死去了的脆脆的母亲 两人在豆油灯下把饭吃过后 老船夫因为工作疲倦 喝了半碗白酒 因此饭后性质极好 又同脆脆到门外高崖上月光下去说故事 说了些那个可怜母亲的乖巧处 同时且说到那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 使脆脆听来神往轻心 脆脆抱膝坐在月光下 傍着祖父身边 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 见霍玉一口气 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 想挪移得远一点 才淤着这种气 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月光如银子 无处不可召集 山上黄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 身边草丛中 重生繁蜜如落雨 见货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忽然会有一只草鹰 落落落落虚 转着它的喉咙 不久之间 这小鸟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 不应当那么吵闹 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祖父夜来兴致很好 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 就提到了本城人 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 如何驰名于川前边地 翠翠的父亲 便是唱歌的第一首 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增的节子 这些事也说到了 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 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 一个在半山上竹簧里砍竹子 一个在西面渡船上拉船 这些事也说到了 翠翠翠问 后来怎么样 祖父说 后来的事唱得很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 耶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